三千多年以前 古人认为太阳之所以会升起降落 是因为神鸟负载着太阳活动 于是便留下了金屋复日的传说 千年之后 随着金沙遗址在成都的发现 象征自由 美好 团结 以及对太阳崇拜的绝世真品 太阳神鸟文物终于重见天日 这些含金量高达94.2% 厚度几为0.2毫米的金箔式 不仅体现了古术 对生命和永恒的欧客 也让我们感受到 鲜明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你瞧瞧 你瞧瞧 你好 各位早上好 早上好 好 欢迎大家来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朋友 欢迎大镜 苏醒 欢迎张静怡 欢迎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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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有两队的成员找到了文物 就他了 刚才大家在我们陈列馆找到的这件文物 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太阳神鸟金饰 哦 有一些成员还没有看到 他的周围有四只像鸟一样的造型 代表的就是神鸟 在古代我们叫他金屋 中间延伸开来的造型代表的是太阳 这件太阳神鸟的文物 在我们现在存在这个地方的地上 和头顶都是这件文物的造型 而如今太阳神鸟不仅是博物馆中的文物 也是有温度的城市符号 成都将太阳神鸟客进了城市的DNA之中 并选择它作为了成都的视标 像在公园 广场 地铁 利昭桥 高楼大厦之间 都能看到太阳神鸟的踪迹 今天我们就要顺着城市里的太阳神鸟踪迹 进行一场城市追击战 哪样 这么大的地方 找到太阳神鸟这件文物的两队 你们就是今天的神鸟队 没有找到这件文物的那一队 就是追击队 我们要追他们 你追我们 追我们 他们追我们 对 好累啊 神鸟队的各位成员就是要躲避追捕 最终 神鸟队的八位当中 只要有一位能够点亮你们手中的这个图腾道具 神鸟队的成员就获胜 追击队成员的任务就是 要将神鸟队的所有成员全部抓住 才可以获得胜利 全部抓住 我们四个要抓三个人 每个人抓两个人 我车都交好了 一会儿交车我就跑 太可怕了吧 但是在整个追击过程当中 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则就是 神鸟队的成员 一旦被追击队抓住之后 就变成我们的人了 是的 你们的立场立即发生改变 就变成了追击队的成员 别抓我 抓到我 我自己会自尽 绝不叛变 最终获胜队的成员 可以获得纯金的太阳神鸟标记的奖品 哇 好想要 神鸟队的所有成员 你们的名牌会被换成金名牌 哇 并且会有两个金色的逼章 高级化身金屋了 当你一旦被抓住之后 你的名牌就会被换成金名牌 可以换回普通名牌 羡慕了 接下来的任务也将直接决定 追击队的追捕难度 所以下一项任务大家都要加油了 但最终不论哪一方获胜 我们都会为大家揭晓太阳神鸟传承至今的秘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追击队和神鸟队之间的对抗 欢欣美味奔向美好 一起安慕心 我们要最快速度完成这个任务 见到旅程什么不管就跑 快快快 电人计划是往前的 来了 跑 跑 走 坐车跑 快走他来了 他们太快了 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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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跑难 帮跑吧 来吧 这这干嘛呀这是 怎么这么大的道具 这啥 这档吗 档秋千 妈呀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 妈呀 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接下来的这一项任务非常重要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追击队要比神鸟队晚出发多少时间 就越晚对咱们越好呗 对 所以这项任务非常重要 请来领取任务卡 晚出发一期 漂亮 你是他们队的吧 飞翔吧 神鸟 一对成员依次借助绳子飞跃到柱子上 飞跃过程中落地是为淘汰 另一对成员依次借助绳子进攻 击落对方的成员并占领柱子 最终在柱子上 全国人数更多的队伍获胜 这个好难 击落是 击落这两个字评价很可怕 击落 击落 是不成哥一撞我们四个人都得下去啊 他一撞着五脏六腑都炸了都 整个跟打保龄球一样是吧 第二个 然后追击队要分别跟两支神鸟队进行比拼 我们最后看总的积分 就可劲累我们一组 就把我们累到那个一点劲都没有 对追不动 万一我们要是赢了一个同时出发呢 那不还玩吗 同时出发中身一把就把我抓住了 你们组先来吧 我们先来吗 你们先来 你先来 喝 手套跟袜子穿好了 我可以先问一下 最差的时间出发当中的那个值是多少 二十分钟 如果神鸟队赢了 追击队晚出发二十分钟 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十分钟 如果追击队赢了同时出发 二十分钟那就不知道去哪了吧 但是二十分钟估计都已经到重庆了吧 你们